HELLO, 你好嗎? 我是Dicky 一句廢話都不要說, 我們馬上入正態了 大家看看標題都知道, 今天我們講到無線咪 我想提醒大家, 或者有一些人是第一次看這個頻道的話 我都可以告訴你, 如果講無線咪來講 這個頻道一直以來, 只是跟觀眾推介過Word Wireless GO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Word Wireless GO, 確實可靠, 穩定 我每一次在拍攝的時候, 都是用它 我真心喜歡的, 才跟大家推介 我沒理由跟大家, A 牌子也好, B 牌子也好, C 牌子也好 誰知道我私下自己用, 是用 D 牌子 這些我真的做不出 今天又講到無線咪, 給大家看看真身 這對, 對焦了, Sony, 麻煩你 這個, LAVOCO LAVOCO的無線咪, 為什麼今天可以在這裡出場呢? 原因是, 它本身的設計理念也好, 使用層面 它的售價, 和 World Wireless GO 相差甚遠 不是走同一條路 甚至可以告訴你, 不要說是否推介 它在我身邊的身份 基本上, 和 World Wireless GO 是分工合作的 可以互相補足 這套咪, 本身可以配合 Android 電話 iOS 也可以 iPhone 也可以 還有 Tablet, 你可以把它插入 Tablet 就已經可以用到 甚至乎, 插入你的 Notebook 一樣可以收到音 還有, 大家看看 這套咪, 首先 我想很清楚給大家看 它已經是一個充電盒 這個充電盒是有多大 這個充電盒和我的手掌相比 你可以這樣想 它是和我們的藍牙耳筒 某些品牌的藍牙耳筒的尺寸 是近乎一樣的 有些當然藍牙耳筒的盒是更小 它就大一點 不要小看這個項目 這個尺寸 我們是非常輕易 代入我們的褲袋裡的 即是代表什麼 我們代入褲袋也好 放入我們的公事包也好 如果有些人要來開會 用 Notebook開會 就放在公事包 是不會怎樣瓦定 甚至乎, 如果你說要來拍Vlog 配合我們手提電話 你可以這樣想 手提電話 我們一向是代在褲袋裡 我自己也是代在褲袋裡 這個也是代在另外一個褲袋裡 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有額外的一些器材 當然可以配合前兩集 我跟大家說過 PIT Design Mobile Pol Osiris 的器材 可以有座檯 教一些角度 可以輕鬆 對著鏡頭說話 那已經可以出街拍Vlog 你要知道 連接線都不用帶 我現在就示範一次 怎樣設立 剛才說了輕便攜帶 現在說怎樣設立 順便都想補充一下 現在我手上這個 就是Lavoco B5 一對一的款式 另外有個兄弟是一對二 所有東西一樣 只不過是一對二 價錢相差少少 我有去看過資料 相差十元 那你買哪個 一對二那個 據我所知 現在是預售的 應該是短時間內 正式發售 如果真的買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 當然是買一對二的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說話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充電盒 你拿了一支出來 這個麥克風 它的續航力 廠方說的數字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三小時 那你用一支之後 可能用了一半電 然後我放進去充 然後拿另一支出來 輪流這樣用 你就可以有無窮無盡 就是這麼簡單 一對二的好處 就可以在這裏 而且那個價錢相差這麼少 當然是買一對二那個 給我來說 我剛才 一路講到去 就是想示範一次 怎樣設定 給大家看 拿了出來 按旁邊這個按鈕 長按三秒 已經開了機 開了機 之後 就是夾在領口 當然你可以用 好像我 Wireless Go 整個磁石 貼塊磁石 就已經可以 貼在身體 任何一個部分都可以 好了 我就算 用夾 麥克風 這樣凸了出來 它也是不會反過來的 為什麼 因為它非常輕 另外 這個 大家看到我按三秒 就亮了燈 它是要充電的 這個接收器 是不需要充電的 我們只需要在我們的器材上 現在我配合手台電話 就是手台電話 如果不是 就是 Tablet 或者Notebook 插進去 Type-C的連接口 插進去 插進去 它是直接用器材的電 它不需要充電 它不需要充電 兼夾 如果我們拍Vlog 我不是很怕電話 經常怕電話 電用得很快 我們插了這個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 看到嗎 大家看到這個麥克風 都有Type-C插口 當我們這個手提電話 插了這個麥克風的接收器之後 都可以插一條USB線 給電的電話 一路充電 那電話 電話就不會沒有電 現在呢 其實可以用的了 當我在電話裡 開了拍攝APP的時候 所以這個設定的過程 加上變攜性 所以就說 跟Wireless Go的作用是不同的 Wireless Go我主要是插相機用 要接觸連接線 這個 我就真的 在我不知道會不會拍攝的情況之後 我帶上它外出 也不是很大的負類 實際上我不覺得是那個負類 老實說那句 另外呢 我想順便說 這支麥克風 上面呢 其實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 我們有需要的 按鈕 按鈕 麥克風就不會收到聲 不會錄到進去的機器 這個按鈕 是一個運作模式 沒錯 這支麥克風有三個收音模式 第一個是普通收音模式 收音的現場環境聲 會比較明顯 第二個呢 就是官方 是重點推介的 一個叫做降噪模式 我一會兒會有些實際 帶大家跟我一起行街街的 給大家看看 這個降噪模式 那個效果如何 好嗎 第三個模式比較特別一點 我會用得意來形容它 它就好像唱卡拉OK 又有些回音的 就是讓我們對著 真的卡拉OK片段 要來唱歌的時候 錄進去好像唱卡拉OK 我自己來說 我會用第二個模式 即是降噪模式 那個效果好不好呢 我不想在這一刻 影響大家的判斷 大家跟我一起行街街線 這樣啦 講到無謂啦 第二拍 正式開始 去片 和大家一起行街 好了 特地來到這裡 當然就是 我近時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是無線威 最好在這裡 試一試 因為這裡出名 是個 訊號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地方 這裡第一個環節 當然想讓大家留意一下 它的抗干擾能力 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因為近時有一些 看回這集 我不重複講那麼多 有某些收音咪在這裡 就真的一句話都聽不到 我想在這裡也看看 現在我拆了這個收音咪之後 用Samsung S22 Ultra 這部電話的全自動模式來自拍 拍影片 看看有沒有車聲 然後過馬路 我會在這裡繞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那個收音如何 大家除了去看這個 那個收音會不會短短續續 抗干擾能力我不行 這樣好 我們過馬路了 這個 是最主要想跟大家示範 我自己都想知道它的抗干擾能力如何 而這裡是一條馬路 是 都相當之多雜音 大家都知道 順便可以聽聽它那個收音的效果如何 這個就不是主菜來的了 因為這隻收音咪 我一向都跟大家說過 都不是說要 什麼什麼 收 都看得到 Studio Club的收音要很漂亮 這樣 最主要的聲音是要收到 清晰 不要斷斷續續 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這樣 在這裡再走多個圈 再試一下它 希望 可以試真 這個麥克風的可靠程度 即是它的抗干擾能力 我現在其實是故意找些東西說 因為我一直說話 大家才會容易發覺到這個麥克風的收音是否穩定 這樣 我相信試到來這裡 這一節 都應該夠了 給大家看看 還有給我自己看看 OK 好 反正都來到這裡 我都拍了一段 是完全拔了麥克風 大家看到我現在沒有用的收音咪 純粹是用手提電話的 標音咪 去說一段說話 環境都是在這裡 都是在馬路邊 在這裡走個圈 我不停這樣說話 純粹是想大家多點分享 可以看到 用麥克風出來的聲音的分別 我相信不需要講那麼久了 去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會感受到 用麥克風和不用麥克風的分別 好了 又是這裡 為什麼故意來這裡 是有點麻煩 但是我覺得試一對無線麥克風 起碼都要來這裡試一試 因為近時 如果有看這一集的時候 我曾經有跟大家講過 這裡確實是 試過我三四個不同品牌的無線麥克風 現在身邊大家聽到騷擾 就是聲音上面騷擾很正常 因為有人在唱卡拉OK 是很大聲的音樂 我自己都不是很聽清楚 我自己的聲音的事實上 好 其實來到這裡 不是想跟大家試音質 這裡都不算叫做很惡劣的聲音 其實剛才在旺角那裏 是更加惡劣的 來到這裡確實是想試一下 它的抗干擾能力一樣 剛才在旺角那裏都是 我不肯定是否有些干擾 是來自這些發射器 但是確實在這個位置 曾經試過用過三四個品牌 曾經試過 又有證人的 你可以問一下阿檸 我和阿檸在這裡試過用過無線麥克風 是一個大品牌的 就不是Roll 真的一句話都聽不到 恐怖 那個干擾是可以去到的 問心那一句 這一對無線麥克風 這樣的價錢 就是幾百元 我記得好像是五六百元 沒有記錯的話 我就不敢記那麼重厚望的 但是我欣賞它 對我的利用價值來說 確實是設置速度快 攜帶快 基本上我是不需要攜帶任何特別的東西 我只是戴這對麥克風 這對麥克風的尺寸就好像一對藍牙耳筒一樣 全部都可以放在褲袋 一拿出來 就可以給我一個清晰的聲音 如果加上在這裡 我和阿檸在這裡 某品牌的無線收音麥克風 一句話都聽不到 我希望在這裡多走兩個圈 不停地說話 試一下這個無線麥克風的穩定性 在這裡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 這個全是個人經驗和感受 如果在這裡使用 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是有一個清晰的聲音的話 絕對是一個大驚喜 雖然來到這裡 試過音質 試過擴控 都不是我本身的願意 但是反正都來到 同樣這個位置 現在我就沒有用麥克風了 正在用電話的 標準麥克風 一樣 我走回同樣路線 給大家聽聽 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標準麥克風 收到的聲音是怎樣 給大家可以容易 觀感上的比較 當然 我現在不是在用無線麥克風 干擾一定不會有的了 純粹就是聽聽 那個聲噪 抗噪 剛才那支麥克風的抗噪能力 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什麼叫抗噪 我自己都想感受一下 OK 現在這裡相當來說 是比較靜的 沒錯 我本身就 不覺得需要去一個很靜的地方 是不是 我就不會 打算去一個公園 跟你走幾十步 這樣叫做試支麥克風 我不會這樣做 雖然可以 比較容易幫那間廠 是 給大家以為它那個麥克風很好 但是我覺得 試得下 就真的要 有意義的測試 OK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來到這裡 這條影片 純粹是 給大家對比 剛才那條影片 聽聽聽的聲音是如何 如果沒有用麥克風的話 OK 好了 多謝大家 跟我去了幾個地方 一起 可以感受一下這支麥克風 包括聽聽聽它收到的聲音的質素 又包括看到它的抗干擾能力 沒錯 你給了一點點時間 我想去提醒一般用家 好嗎 我在這條影片 跟大家講過 抗干擾能力 為什麼這麼重要 甚至乎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找了一個舉例 當時 我這一集 都會放創作者的連結 在下面 在以往 有一對麥克風 坊間說到它很棒 買它很厲害 不知道什麼途徑才能買回來 這樣 好像我沒有記錯 那對麥克風 好像叫做Picco麥 我看到一個創作者 他是很認真 而且很老實地給觀眾看 那支麥克風 是一個 其實都不是硬去找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 我們今集都有去試的 所以特地 就是旺角某一條街 某一節 那條街 的特點就是 WiFi訊號非常複雜 非常多干擾 而大家看看 下面的影片 下面的連結 就是創作者做的 那條影片 我都推一推 因為其實我也挺欣賞 這些對觀眾實話實說的人 希望可以 大家多點欣賞 沒錯 我們今集 其實是故意走訪這兩個位置 旺角這個位置 是當時Picco麥的反應 那個表現 簡直是 哇 半句話都聽不清楚 那當然 有些成功人士 是試到那套Picco麥很棒 收音很清晰 又不受干擾 人家是故意去到某個地方 對 沒錯 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好像這支咪 廠方開頭 開頭 接觸我的時候 我就不浪費這間廠的時間 我第一句 我就跟他們說 如果你是預計我會拿你的咪 去一些公園 這樣去試 走幾天步去試 去跟觀眾說 這支咪 收音很清晰 又不受干擾 這些事情我就做不到 我相信很多成功人士是幫到來的 誰知道那間廠 就馬上反應 跟我說 就是 我有跟他說 我是打算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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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一些 信號很複雜的地方 特意去試 認真去試 誰知道這間廠 第一個反應 就是給我 很欣賞我這個做法 他們都很想接受這個挑戰 他們這對咪 他們說 他們這對咪 不同的用料和設計 都很用心去做 他們說他們自己 當然我沒有試 我就是半信半疑 剛才大家看完那段影片 我現在講了這麼大一輪的事情 你不要當我是廢話 我只是想告訴你 這些得來不易 在過往 剛才講完旺角 我現在跟你講中環那段 在過往 我確實去中環這個地方 同一地點 三四個品牌 當中不乏一些大品牌 一句話都聽不到 那些聲音 被干擾到 這對咪 賣五百多元 可以給到一個這樣的表現 我不是故意做出來的 我真的去試 當時 我是絕對有驚喜的 這些無線咪的抗干擾能力 是最值錢的 我告訴你 我自己覺得 就是這樣 而且它的聲音 所謂的聲音質素 我認為 絕對不失禮 就是這樣 雖然廠方 聲稱 其實是以 Roll這個品牌 他們都很尊敬 Roll這個品牌 說真的 以他們來做一個標桿 其實我沒有興趣 比較哪個音質好一點 如果用這些收音咪來收的時候 在街上吵著的環境 這不是我追求的事情 老實說 我想 我用了很多蝙蝠 去跟大家分享 我以往 在不同的地方 真的 受干擾的情況 那個苦惱 還有 當找到一支咪 抗干擾能力 是可以放心 讓我到處走的時候 都不受干擾的 而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就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說到這裡 而這支咪 我會放它的連結在下面 這支咪 也會有一個優惠碼 大家可以拿到八五折 我跟廠方說了 我不需要什麼佣金 你撥下去給觀眾 如果觀眾來買的話 沒錯 你買一拖一 一拖二 這兩款都好 你都可以拿到一個折頭的 就是這樣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買好不買好 我都沒有想著賺一號子的 不關我的事的 就是這樣 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了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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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鏡頭一轉 來到這裡做什麼呢 像不像夜總會 這裡 特地打到好像夜總會 哈哈 喂 你還要走進來 你的頭又不梭化 妝又不化 不知道大家應該認識他 是嗎 不用的 尤其是喜歡買電腦 那些東西 應該都看過他的片 不說他 不幫他買告白 因為他沒有給我錢 好了 最後一個環節 想跟大家說一些開心的事 這對咪 想跟大家說 非常感謝創商 我問過他們一句 他們已經立即答應 支持我們去做一個抽獎 沒錯 這一集我們可以有禮物送 大家想參加抽獎 很簡單 第一步 下面留言 你按按整支洗節精 站在我前面 很擔擾我 再剪 再剪 不剪了 下面留言 我喜歡這一對 Lavoco B5 想參加抽獎 就是這麼簡單 留言 跟著呢 入group 入我們facebook 那個用家互助群組 放心入 這個不是商業group 不是跟你買廣告那些 好嗎 純粹是想一些用家互相交流 一些情報 讓大家少一點 中伏 對了 只需要這兩步 你就已經參加了一個抽獎 而這個抽獎 我就會在大約兩至三個禮拜後 跟大家抽過幸運兒出來 在用家互助群組裡面宣佈 好嗎 希望大家開開心心 在這裡我也想呼籲一下 這個頻道 如果你多給點power 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是會著力 為大家找多些獎品回來的 這樣 這個頻道 有沒有這個power 都要靠大家 大家合作 才能做到 好嗎 大家明白的了 多點留言 多點讚好 最好就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不要那麼沉 講到這裡 大家一起 快點參加抽獎 跟著 我盡快拍下一集 盡快和大家見面 好嗎 下集 不見不散 拜拜 耶 你又走開 記得訂閱我 耶 好了 Tag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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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